哇 跌車 對 我認誤切了 這個是在3月6號的時候發生的 所以之後你看到我的Straway是沒有什麼Active的 OK 我們就來講一下為什麼會跌成這樣 那一天我們本來是很開心去老車的 可是差不多到結尾的時候 然後我就經過那些直直的龍鋼 然後我的前輪就踩下去 然後我就直接翻車 BANG 你有看到Badista Boom嗎 Badista Boom 那我正眼睛就直接這樣蹦下去了 Badista Boom 臉先下地 頭破血流 直接破巷 在跌車之前咧 我的車友全部都是打鞋過 可以過得到 可是輪到我的時候咧 我可能是我的那個腳車的那個 打鞋的幅度不夠大 所以我就Sip去龍鋼那邊了咯 整個人就這樣中了 Badista Boom 那不是飛出去的OK 如果你想飛出去的話咧還有時間 你的手拿起來啊有點 緩衝那個Landing Impact OK Bad這個咧就是 我完全來不及反應知道嗎 OK 那我掉了之後咧我就直接 call我爸爸媽媽啦 幸好那天是Pilot啦 我爸爸沒有做工 所以他可以過來載我啦 不然的話 call BAC切的話就有點 太大陣仗啦 OK 到了冤 醫生就幫我洗傷口啦 我跟你講這次 逮活逮活逮活 破箱了破箱了 沒有救了這次 你看他碾一塊肉掉出來嗎 OK 結果咧 醫生幫我清完 碾了傷口之後咧 我的手還有一個傷口 你知道嗎 結果他一抬我這個尾指起來的時候 我整個人被電shot這樣 非常痛OK 那麼咧 醫生就幫我抓個X-ray啦 結果我發現 我的手掌尾指那邊 最後一個骨頭那邊咧 斷了 那麼醫生咧就建議我做一個 小手術OK 就是插兩支針進去手裡面 然後頂著骨頭讓他順利的接回去 OK OK 各位 現在是第一天在Hospital OK 我還沒有沖涼 有沒有刷牙 應該刷不了牙 快弄到傷口裂掉 因為是風箏 現在是在醫院的第三天 手咧 昨天就重新再爆炸過了 看到兩支天線餐裡面 今天是第四天 準備出院了 OK 那麼我傷口咧 差不多乾了完了 唉 慘不忍睹的樣子 所以我回家去 我認真好好的沖涼了 OK OK 在家裡咧 我就每天都要洗傷口 可以看得到我的樣子很邋遢 無需基本上沒有剃 其實現在是我的嘴巴下面那邊 有一個傷口還沒有好 所以我不想亂亂動到它 所以就搞到我 很多天沒有太瘦了 OK各位 現在是第二個星期 那麼我的手咧 已經把這個東西拆出來了 好 本來是這樣子的 這個基本上 就是這樣 插進去吧 鐵 連接肉 在裡面 這樣子 就這樣點燈吧 OK 所以說 我才在那裡動一動我的外面 我都會感覺到我裡面 有一點震動 好像我的第二個感官 這樣 這個鐵咧 其實它是可以稍微動一動的 比如說我可以這樣子 yeah man 我動了 就不要再動 不要再繼續動動動好啦 怕它那個傷口很難復原 醫生講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不要怕 醫生叫我稍微做一點 物理治療 我先試看 做影片回來是可以的 是稍微是可以的 OK 嗯 這樣子很Maximum 不會的 不會的按 我怕弄到那個骨頭 那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我腳車變成這樣啦 告訴你 我腳車沒有事喔 一點事都沒有 反而人出事 OK 我覺得是我跌腳車的時候 那個速度已經是很慢了 所以腳車大概只是輕輕 碰地上罷了啦 衣服 褲子 鞋子 都沒有事情 那個頭盔和眼睛 就出大事了也是 那頭盔呢就變成這樣啦 酷掉了啦 裂掉了 裂掉了裂面 而且還有筆席在裏面呢 那真的是要跟HTC講一聲 sorry啊 明明是一個很好看 又很perfect的頭盔 我用不到五次了喔 就給我擁抱了 而且 這個頭盔不便宜知道嗎 所以真的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sorry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 never hide眼睛 嗯 也是斷掉 那一框晶片呢就裂成這樣 很明顯就是眼睛 direct hit the sound啦 幸好是裂 不是碎掉 不然喔碎片擦進眼珠喔 就糟糕了喔 也幸好啦晶片夠大啦 可以cover臉的大部分便宜 不然的話我更多地方流血了 我的手 正式拆針啊 剛剛的醫院呢 醫生呢就給我打麻痹針之後 就拿個CAM來 夾住那個針 轉啊轉啊轉 然後抽出來 WOW 所以 今天就拆好了 不過還是回歸 爆手的時候 至少這樣子可以有 讓我手指有一個support 不然的話我 我手指要頂來頂去的話 喔 我還感覺到有點痛啊 那這一點喔 就搞到我 差不多整個月應該是沒有training了啦 Fitness drop高高 不過我還是有做一些運動的 比如說 sit up啊 squat啊 還有一些leg的workout這樣子啦 就希望到時候騎腳車的時候 那個腳力不會drop很多 那麼你們看一下我 現在我的手還有兩粒洞在那邊的 是拆針之後 呃 4天了 我手還是不可以熬到直的啊 也最終是這樣子吧 如果你要比個rot的話 是完全比不到的 因為就這樣 嘎 嘎 嘎 那麼你們看到我這個video 嘞 基本上我應該也是好了 7788好了 OK 所以以後 騎腳車 又要中龍鋼鐵 記得要打斜過 最好是45度 OK 盡量斜到完 不要已經阿嘎嘎 一點點就夠了 那麼其實在這個 我的recovery period之間 有很多人是 有久我出來騎腳車 找出席一些活動阿 或者是collaboration一些東西阿 我都 呀 不可以 沒有辦法 不可以亂亂走阿 尤其是那兩根天線 還在拆住的時候 我是最怕它 血菌橄欖 OK 血菌橄欖的話 勒是很大火的 OK 所以真的是 不好意思阿各位 Wrong timing Wrong timing OK 那最後勒 不要問我在你爹 OK 因為那個地方咧 是我不應該去騎的 那如果你真的 這樣想要知道的話咧 你就去我的strava 那邊看阿 我的strava 會放在 description下面那邊 OK就這樣咯 我的video就到這邊了 OK 我要努力練車 我們 路上見 路上 我們 我們騎腳車見 OK OK